谢霄还事众人 神知倘若今下明日执意要走的话 他们一定会随陆一等人离开 想到自己终身大事 远在扬州的父亲不可能赶来 算连个朋友都不在身边 大大咧咧的谢媛媛 脸上闪过一抹失落 陆一也呵等睿智 他将谢霄反应尽收眼底 憧憬下轻轻摇头 意思很明确 等倾天见你定好成金的日子 在桌打扇也不迟 这时候 盖书突然开口 谢霄 你与共主成亲后 是他随你回扬州乌安邦 还是你就在这皇宫里当驸马爷呢 没心没肺的曾扶扶仁周瑜 哈哈一笑 谢公子 您就在皇宫里享受荣华富贵吧 远远笑起来好看吗 谢霄明显浑身一震 耿着脖子说道 那怎么成 自古嫁机随机嫁狗随狗 我管他什么公主君主 想嫁给我 就得随我回扬州城 今夏拍拍谢霄肩膀 宛若再说 好样的 陆一见窗外天色已晚 对众人说道 大家各自回厢房休息吧 谢霄 你等会儿再回去 今夏 谢霄骑刹刷看向陆一 眼中尘世好奇 今夏听不懂小兰说的话 大家陆续走出厢房 今夏关好房门后 转身说道 谢媛媛 索雅可是公主 绝非寻常姑娘 至于去留 我觉得你应该去跟她好好商议 嗯 谢霄娘眼直直地盯着窗外 目光无神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袁大虾 陆一 我真的把你们当朋友和亲人 你们等我澄清后再走 好吗 烛光中 陆一 今夏四目向对 两人一声不吭 算是默认了 谢霄步履缓慢走向门口 你二人早些休息吧 有些事情 我需要好好想想 她的背影 伪暗而落寞 这站姿一模一样 突然 今夏默然醒悟一件事 也许谢霄并不爱索雅 去她只是逼不得已 乐意看穿了今夏想法 走过去关好房门 转身抱住今夏 抚摸她发思 开朗的索雅公主 其实很适合谢霄 今夏 这世间 并非所有姻缘都是真心相爱 你莫要再想多了 今夏靠着陆一肩膀 双甲微微发烫 虽已成亲生子 但她依旧不太适应 与夫君举动太过亲密 那倘若他们数月后才成亲 咱们还要继续窝在这里吗 大人 我想顺儿 说道儿子 今夏胸口一堵住 难过了险些流下眼泪 提到儿子 陆一神寝也是猛然一将 沉思一会儿 说道 这样吧 一月之内她二人成亲的话 咱们就留下喝杯喜酒 倘若数月之后 只能谢笑自己留下了 大人不好意思 今夏仰起笑脸 眨眨眼睛道 大人说话算话 不可以反悔 陆一宠溺一笑 念念夫人俏鼻 好 一言为定 这四个人 泥粉水 另一间厢房内 层服的妇人周宇睡意全无 坐在椅子上 单手撑住下颌 另一手指把玩着茶碗 不停转圈 小宇 时辰不早了 快些休息吧 层服坐在榻上 看着调皮的妇伦 竟有些头疼 周宇扭头望向夫君 满脸好奇问道 大哥 咱们是明日就启程回京 还是等公主与谢公子完婚之后 再走啊 你说公主会随谢公子会扬州城吗 她可是唐岗公主啊 谢霄翻个白眼 成大姿的躺在榻上 没好气的回答 不知道 哼 周宇书弟站起来 走向门口 你不说 我自有法子知晓 小宇 你莫要乱来 此处是他国皇宫 层服脚健起身 过来想拦住夫人 月色中 陈福 周宇站在走廊四侧 宛若一对夫妇吵架 陈福压第一声音说道 小宇 莫要胡闹 你快些随我回去 周宇用尽全力 想挣脱夫君虎前搬双手 我不 我就要去见陆大人 你放开我 这夫妇二人 皆会武功 推推嗓嗓中 似乎下一刻便要动手 如此动静 本就距离他们不远的陆毅 怎会在厢房之内听不到 大人他媳妇 突然 暗淡了月光中 传来看门声 层服扭头一看 不是自家大人陆毅 却又是何人 他与周宇撕扯争执 被陆毅瞧见 宛若被人知小心事一般 脸上竟有些发烫 周宇逮到机会 小跑至陆毅面前 大人 我又见钥匙 瞎向您禀报 近来说话 陆毅暗自叹口气 心道 近夜注定是难以入睡了 周宇随陆毅进了厢房 气得层服在外面走廊直跺脚 脸下心神厚 也跑过去 层服业务能力很强大 厢房里 惊吓点燃一盏烛灯 鹅黄色黄线打在众人身上 宁静而柔和 层服心中忐忑不安 脸上肌肉都绷得很紧 因为他怕夫人周宇说出过分的话语来 惹得陆毅不快 更怕不知天高地厚的夫人闯祸 陆毅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面带三分笑一问 周宇 你深更半夜寻我 有何要事 周宇倒也见过世民 屈膝行礼后 说道 大人 我知晓今夏姐姐想回京城 可现在万一明日 青天见给谢公子 与公主定的成婚之日 要很久以后的话 怎么办 还有 这门亲事真的不是以往后延迟 夜长懵督啊 今夏说最爱大人 第二才爱银子 陆毅看了眼周宇 夜眼若有所思 今夏心底也生起真正不安 总觉得周宇话里有话 曾服心中有火 脸都长得红了 小宇 把话说完 是 周宇吐了吐舌头 继续说道 索雅公主的去留问题 我觉得是个隐患 必须想法子解决 人家公主就算爱慕谢公子 也不见得愿意为爱走天涯 随她回阳州 所以 咱们应该想的法子 让皇上下旨 命令索雅公主与谢公子快些成亲 然后活速离开皇宫 到时候 今夏姐姐就能回京城了 好繁华的街道 正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周宇的想法 完全给陆毅指明了方向 以目前的形式 他们帮助谢孝顺利离开皇宫 也就等同于帮助了自己 今夏双眸温静如水 看向周宇的眼神中 多了些许赞赏 这位姑娘不简单啊 真是千里姻缘一线千 当初二人戏剧般的成亲 竟然成了一对神仙眷侣 大人在吃银子的醋 路易早已想到对策 唇角微微上扬 说道 周宇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此事 周宇看了眼曾福 见夫君冲他点头 随即明白可以说话 我反正不信神佛 大人 今天见给公主和谢公子 选什么日子成亲 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哈哈 路易清笑出声 看向曾福说道 曾福 你这位夫人不简单 曾福窘迫至极 心底却透丝丝甜蜜 周宇终究没给自己丢脸 今下眼角于光剑 窗外夜色正浓 随即说道 反正也睡不着 咱们四个走一趟吧 谢霄也稳重了很多 祥瑞宫中 心灰谢地 淡淡业务笼罩花园 四道黑影月上房顶 往自己国皇宫 青天剑方向奔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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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